人们总是说上帝是公平的 但在古爱玲的身上 这种公平性被击打得支离破碎 她是爆红拳网的天才少女 她是震惊世界的爽文女主 她是每个人都渴望成为的世界顶流 斯坦福学霸 时尚模特奥运冠军 18岁的古爱玲 及万千宠爱于一生 她健康貌美 阳光美丽 堪称是拥有这个时代 最具魅力的完美人士 拥有着疯狂开挂的 18年 3岁第一次踏入滑雪场 9岁拿到全美少年组滑雪冠军 13岁一直要参加北京冬奥会 18岁实现目标 登上人生巅峰 古爱玲究竟有多神 还要从她的家世背景开始说起 古爱玲的父亲非常神秘 在社交媒体上搜寻不到任何信息 唯一一点是她妈妈在采访中透露的 其父亲毕业于阿佛大学 之前有传言说 古歌第五号员工是古爱玲的身父 但本人却主动辟谣 直言当年古爱玲出生以后 她才短暂的和古爱玲的妈妈相恋过一段时间 神秘的背景让人浮想联翩 但至少可以肯定的一点是 古爱玲父亲的实力绝对不亚于这位古歌第五号员工 回到古爱玲妈妈这边的报道 相对就更加透明一些了 古爱玲的妈妈古燕 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 硕士期间在斯坦福大学生造 曾经担任过学校的滑雪教练 古爱玲的姥姥冯国珍 则是交通运输部退休干部 她年轻时候也是校女足队员和长跑队员 老爷古正光上学时也是名校足球队的主地 同时擅长游泳滑雪和滑冰等项目 古爱玲的起点是很多人都无法抵达的终点 但更加疯狂的是古爱玲从未止步 2021年北京冬奥会还没有开始之前 她的广告牌就已经铺天盖地的 铺盖了地铁、商场和公交站 她的背后又有什么资源在推动 且听我娓娓道来 当今世界有三大女性混血运动员 潘上顶峰 分别是日本网球名将大阪直美 英国网球星星爱玛拉杜卡尔 以及我们今天谈到的古爱玲 而他们身上都拥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签约了同一家体育经济公司IMG IMG国际集团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体育娱乐媒体公司 拥有业内超群的实力和庞大的资源 其中网堂大满贯德约科维奇 车网苏马赫 科比的大女儿纳塔利亚 以及生雪赵洪博 都是IMG国际集团签约的明星 当古爱玲决定加入中国国际以后 经济公司就已经为他铺设好了一条完美的通道 当然在这过程中 古爱玲不断攻城掠地 抢下六金一银三桶的荣誉 也给了外界对他更大的信心和支持 因此在北京冬奥会还没有开始之前 所有的国际大牌就已经开始未雨绸缪 提前和他签下具有代言了 毕竟如果等他彻底火遍世界 那时的代言费至少要翻几方 商业市场没有谁是愚蠢的傻子 说完古爱玲深不可测的背景 再来说说我们普通人可能能够追赶的事情 当古爱玲被问及 你的滑雪天赋占比是多少时 古爱玲给出的数字是0.1% 那么另外的99.9%是什么呢 古爱玲曾经表示 热爱是一切的起源 很小的时候 古爱玲就尝试过很多东西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热爱 因为有热爱 任何东西都不会感觉烦 也不会感觉累 也不感觉是工作 古爱玲说 18岁的古爱玲 完成了别人几十年都难以做到的事情 她的人生如此丰富多彩 让无数人羡慕 难道她是拼出来的吗 古爱玲回答说 恰恰相反 在睡觉和休息的问题上 她保持了很好的睡眠质量 已经17岁了 但是每天晚上都至少至少睡10个小时 我从小到大都有非常多能量 大家都问我 哇 你一天怎么能做这么多的事情 我的答案都是因为要睡觉 我觉得我妈妈教我最重要是这个 睡觉就花了10个小时 另外留给古爱玲的时间 其实已经很少了 古爱玲究竟是如何平衡所有爱好 将那么多东西做到出色的呢 对比古爱玲 也许我们很难追赶她的脚步 毕竟我们大部分人只是平凡的普通人 不过从古爱玲的人生中 我们也能看到 可以学习的小事 坚持热爱 做好时间的掌控者 至少可以赢得我们小小的成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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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